你先把這帳篷整理一下 我再進去想想辦法 你有沒有考慮過廣大的路由們 現在正在太陽底下 水深火熱 我現在正在做 國小三年級物理化學的功課 三檔的風量給大家看 在此宣布夏季對策大成功 YA 拍完了 已經都結霜了啦 有在冒煙 你有看到嗎 有在冒煙 有在冒煙 好 我來測試看看囉 有在冒煙 冒煙 冒煙 哇 木高迪 晴日葬 擺在室內真的很chill耶 很有outdoor風格 欸不對啊 為什麼長了個尾巴 還開啟電源 會有個王八蛋在裡面 給我吹冷氣吧 喂 你不要把外帳打開了 你就會跑掉啦 出來啦 欸 你在裡面爽 你有沒有考慮過廣大的陸友們 現在正在太陽底下 水深火熱 早就已經想到了 我現在正在做 國小三年級物理化學的功課 研究看看 如果我們的廢友們沒有冷氣的話 在炎炎夏日有對測 室內底下測試是沒有效果的 你看看外面 你有沒有考慮過陸友們 是沒有冷氣的 我知道啊 所以我現在正在冷氣房 想沒有冷氣的要怎麼辦 哈哈哈哈哈哈 走啦 去做測試 GO 這邊夠不夠熱 你先把這帳篷整理一下 我再進去想想辦法 我看你是剛剛吹冷氣 你吹到頭蓋蓋蓋蓋了 這樣子是降個屁溫 那裡面超熱的耶 現在當然是熱的 所以才需要我這樣的智商 來幫大家解決 夏季對策的問題 等一下就會很秀啦 你可不可以拍快一點 我現在在大量的聊天 很痛苦 等一下是要把冷氣拿進去吹是不是 不是 現在就是要幫沒有打算 要買行動冷氣的網友們解決問題 夏季就這麼三個月 三個月你會露營幾次 身邊的朋友大概都是 錄三到六次就很極限 那你為了三到六次的露營 要買一台行動冷氣 其他九個月你都擺在家裡佔空間 這是對還不對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出了一個絕美好的好點子 平常在家裡也都能運用得上 首先 山水有寄給我們一個 戶外循環渦輪扇野戰綠 開箱 跟後面木包底的帳篷 還搭配成一組的 是不是 先走個台幅先 外面39.5度 然後你吹這個循環扇 它也不會降溫的啦 光看這個山水TOKYO JAPAN ODO 已經多降溫了 欸這個野戰包不錯欸 我覺得光這個就划算了 產品貼不貼心就看細節 光是這三米長的電線 哇靠 這在戶外使用多方便啊 直接拉到銀位外面 切上電源以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台渦輪扇到底有多厲害 它擁有270度大轉向空間 所以在帳篷裡面 冷空氣下降 熱空氣上升 你就可以隨意去改變你循環的方式 往上吹 水瓶吹也可以囉 是不是 還可以反過來吹 正著吹 反著吹都沒有問題 風量到底有多大 山水 Max Air Speed 就是最大風速 可以達到14.5公尺每秒 哇這個風已經可以把你刮走了 我告訴你 39.5度來試試看有沒有用 然後它有三檔風速 一檔是最小的 我先開個一檔給大家看一下 哎唷 感覺一下風速的感覺 這只是最微弱的檔數 現在用我實際來測試給大家看一下 真帶你的雙眼 我現在要來示範 真正到三檔的風量給大家看 它是可以直接把你帽子掀翻的 記者下來的位置 位於花蓮的信信藤海邊 現在的風是非常非常的大 你打算是用這個循環扇呼嚨過去喔 不過我說真的耶 有了這台循環扇 好像真的也不用再什麼小學 三年級的物理化學了 就已經夠涼快了 所以在此宣布 夏季對策大成功 YA 太晚了 喔 算了 最近的流量已經夠不好了 不能隨便呼嚨 所以我去我阿嬤家幹來了 大同電鍋的那鍋 再加上阿嬤食鹽一包 這樣就能降溫 我聽你在靠好人 這樣你已經知道我要幹嘛了對不對 蛤 你要去煮菜了是不是 弄一鍋雞湯來喝 這麼涼爽了 到底要幹嘛啦 看我的厲害 歡迎光臨 你去銀威的時候 總會經過7M吧 買三包冰塊 記住一個比例 3比1 冰塊3 研究加1 這是看鬍子的頻道學的 你用冰塊來降溫 你在外面有39.5度耶 降不了溫的啦 幾度不是你說的算 當然我們要做實驗 就要準備專業儀器 在銀河用瓶買的體溫器 它是可以測量室溫的 特別買了日本 好不好 先看一下現在溫度是多少 現在溫度高達39度 再看一下帳篷裡面溫度多少 實際曬了一個小時的帳篷 裡面溫度現在是38.1度 所以木高底晴日障 是可以有效抵擋陽光降點溫度的耶 重點是它本身就已經有殺王的設計 所以它的熱度是會被風帶出去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用這個帳篷加這個循環扇 可能就已經有效降溫了 我們試試看好了 好我們把循環扇放進去 過5分鐘以後再來測試看裡面溫度有沒有降溫 5分鐘以後 已經吹5分鐘了 我們來測試看帳篷裡面的溫度 有效的降溫囉 有效降溫的3度 你這樣一樣是沒有辦法安泰做的啦 所以我才跟你說我們要準備阿嬤的加持 我們來調配冷媒 這冰塊一包600克 三包就是1800 一公斤等於1000公克 我們就加666.66克 怎麼加 先打開一包冰塊 這冰塊是沒有作弊的喔 就是Seven買來的冰塊 然後呢 翻開嘴巴 這也有效降溫了 耶 拍完了 耶 降機械克 炸成功 外面真的很熱 你不要再玩了 快一點啦 冰塊 先倒一層 然後阿嬤的食鹽 我們鋪一層 放食鹽到底要幹嘛 食鹽啊 能夠有效降低冰塊的冰點 就是讓熱度被帶走 所以它 理論上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冰塊融化的速度 以及讓整個冰塊的冰點變得更低 古代都是拿這一個來製冰的 沒錯 染肉是不是就這樣做 這很冰啦 哎呦 真的都結霜了耶 已經都結霜了啦 哎呦 這比冰塊還強 這比冰箱還強耶 真的耶 好舒服喔 你感覺一下 有有有有 有在冒煙 你有看到嗎 有在冒煙 好 我們把它放進去 把烏龍扇對著冰口 哇 這邊已經變冷氣了耶 對著的冰塊吹 然後我們再五分鐘以後來測試看看裡面幾度 好 OK 整個裡面溫度 我相信一定會降得下來 而且烏龍扇呢 才3.3公斤 加上三包冰塊1800克 再加上一包食鹽 你本來就要燉雞湯就要帶了嘛 所以其實你整個總體對你的負擔 不過也才大概5公斤左右 搞不好如果我們等一下測出來 真的有明顯的降溫 那真的就替廣大的路友解決很大的夏日 但我露營煩惱耶 會不會山水冷氣賣不好 糟糕 沒關係 山水的廠商 如果你看到覺得 欸 這樣會讓冷氣賣不好 你就寄一台冷氣給我們 我們再來測試看看 耶 有一台冷氣了 5分鐘後 5分鐘到了 開啟 期待已久 欸 靠 我在這裡都感覺到冷風了 好 我來測試看看囉 哇靠 十九點三 媽 是認真的嗎 你會冷耶 媽 你拿著鏡頭 所以我做了一個冰箱 哇靠 我做了一個冰箱吧 十九點三 進去感覺一下 要不要幫你拿外套啊 真的有涼耶 你要不要把那個關起來 熱風都跑進來了 所以你只要在比方說 下午三四點的時間 弄一盆這個 把循環上放進來 整個帳篷裡面都是冷氣的 喔 超涼的 不會輸給冷氣耶 這個時候啊 你再把啤酒插進去 啤酒很快就變啤酒冰沙了耶 都沒有生水耶 它不會生水 因為它表面都結霜了啊 唉唷 超涼的 欸 你知道嗎 如果我們對著這一塊 我們自製的阿嬤冷眉 它是幾度 我們來試試看 喔 6.2度 那真的是很涼 整個裡面都已經是把溫度降下來 嗯 整個帳篷裡面 所以有一個要訣 如果你要讓帳篷裡面更舒服的話 盡量把外帳能夥密用左右 沒錯 就讓整個冷房效果更 我們兩個進來以後 又會把整個氣溫增加 所以我們現在在裡面五分鐘以後 再測試一下裡面的溫度 喔 這才合理 所以大概就是你開冷氣的效果 有啦 有效到現在都還是涼的 而且你看一下 你在帳篷裡面 最痛苦的就是 你必須要再出去拿啤酒 你只要把啤酒跟飲料 放在這桶裡面 嗯 它就能更冰 等一下搞不好就有啤酒冰沙可以喝了 不會 這手進去是會冰爆的 原本以為可能沒有什麼用 有用啦 想不到應急加上這個循環扇 真的讓整個室內的空間 降溫非常的快 傍晚四五點左右 我們就把這一盆放進來 晚上的時候 吹到晚上 這椅裡面已經都涼了 你進來睡覺就能一夜好 再這樣晚上營區就開始降溫了 缺冰塊的話 反正有些營主都有冰箱嘛 對啊 幫他除霜啊 這樣也很自己找喔 幫他除霜啊 撒點鹽就搞定了 是 那這樣講好像直接睡冰箱 這樣你夏天敢去露營了吧 舒服了吧 你以為這只能在露營用嗎 我告訴你 這個在家裡晾衣服 南風天濕氣重 你還可以把他來 吹一吹 沒錯 多種場景使用都可以 所以不像是你買了一台行動冷氣 可能真的就只有帶去戶外營區才使用 而且消費及節費的概念 還有 我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平常冷氣是開24度 有這一台在循環 26度就可以了 既節能又省電 一減二口沒哪減四口 所以這是好東西喔 推薦給觀眾囉 所以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掰掰